境界法师 修行最怕一开始错用心 我们一般人修习佛法 不太重视根本 尤其是初学者 他一出家 就想要一天拜佛拜几拜 念佛念几声 要送几部经典 当然这个都很好 但是我们忽略了根本 最后的结果 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在这部愣言经的后面 会讲究 因地不争 果招欲取 你因地拿杀去煮 你煮了一辈子 结果还是杀 印光大师的文抄里 讲到一个公案 有一个人 他每天拜佛很用功 念佛也念得很多 但是他越拜佛念佛 他的脾气越大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去请教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说 你这一念心没有调好 你这一念心都是向外攀缘 你用攀缘心念佛 用攀缘心来拜佛 你要小心 你来生不是求生到净土 你来生会到阿修罗法界去 我们这一念心是个根本 你是一个葡萄的种子 它终究是成就葡萄 你是一个苹果的种子 它最后一定变成苹果 你的家行只是加快它的速度而已 顶多你在阿修罗当中 只是一个大福报的阿修罗 你拜佛念佛 却变成一个大福报的阿修罗 但是你阿修罗的本质没有改变 我希望大家抓到你的根本 每一件事情都有根本 你看你要煮饭 饭的根本是什么 你要拿米 米是饭的根本 成佛也有成佛的根本 你找到你那不生不灭的本性 如果你今天没有掌握那成佛的根本 你怎么修行 都不可能成佛 因为你从根本上就是错的 我们从前面一路走来 阿难尊者问了佛陀 成佛的法门 佛陀到这个地方 什么法门都还没讲 说先找到你的根本 因为你第一步错了 后面就错了 后面修行都没有用 所以古人讲 修行最怕一开始错用心 无始劫来错用心 那就完了 你后面佳行都没有用 你本身是一种称心的个性 用功下去 称心越大 到阿修罗法界 你是贪心的个性 用功下去 变成魔王 魔眷属 所以 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 你要先掌握一个根本 什么是成佛的根本 什么又是生死的根本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